那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像這個平均速度 那我把這個時間慢慢慢慢往開始靠 靠近一點 那基本上在數位上概念就是說 我去求位置 我去求位置跟時間曲線的斜率 或者是說更專業一點取它的什麼呢 取我們在這條位置時間上的這個導數 Directive 你們那個微積分 微積分上課沒 Titulus 太上課了吧 微積分 取導數有講到嗎 Directive 導數 取它的導數 好 導數基本上就講到斜率的意思 所以呢我們講 我們的這個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樣 我們的像樣 那單會是什麼 我的距離處理時間 距離處理時間 那符號呢 符號會跟我們的速度這個方向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定義是什麼呢 我們順時速度的定義是 ΔR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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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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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x 有嗎 有嗎 所以應該會算吧 會不會 會不會 應該會 應該會 V就是了 S1T 好 那 雖然 根據這樣一個定義 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怕有些同學沒有學過 那 我們在 假設今天呢 你的位置是一個某一個函數 比如說區分率 這隨便組的 As1T1加Vs加C加這個x分之d加s2T1 假設我本來的位置開始長成這樣子 那 這裡頭ABCDE都是常數 Consent是常數的意思 這些都是常數 好 那這些常數呢 假設我今天去求 這個位置的函數去求它的 它的速度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對順子速度 然後也必須對它為分 所以呢 這個東西的為分怎麼寫 這東西我們就把這整個函數 比 比x 比 這個東西我們會寫成 比x 然後把它整排入放進去 寫成這樣一個形式 那寫成這樣一個形式之後呢 它會等於什麼呢 它會等於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的微分 這幾個我就講到微分啦 好 我們的微分會變成怎麼樣子呢 我們先把它寫成怎麼樣 先不要寫直式 把它寫成人式 寫成 x的幾次方 因為我們現在微分 要對x去做微分 因為現在你們看到底 這個東西 我們在順暢稱之為全微分 什麼叫全微分呢 就是你系統裡的變數 遇到它就要把它做微分的動作 之後你會選到偏微分 偏微分 偏微分會指 它對特定的作用 那我現在講的是全微分 所以這裡頭x就是你的變數啦 所以我們做全微分的時候呢 就要把這裡頭的每一個x去做微分的動作 那怎麼樣去做微分的動作呢 看清楚 所以這個東西的微分 會變成什麼 我們舉個例 比如說ax平方 對p曲微分的話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你把2拿下來 變成什麼呢 2乘上ax的平方 但是呢 因為你拿下一個要剪掉 剪掉一個這個次番 所以最後變成2ax 這有沒有學過 有沒有學過 應該是有人有學過的 沒學過啦 所以學過的就再聽一次 沒學過的話 要注意到 這個是這樣就算 知道嗎 所以如果把它變成這樣子 當然以後你習慣的話 你就不需要這樣畫 你不習慣的話 一開始你在學微積分的時候 剛開始學走路的時候 對不對 先把它畫成這樣子 你不懂這樣就會沒做了 去做微分的時候呢 你把翅膀拿下來 上面那個翅膀要剪掉1 那如果你遇到常數呢 常數的微分就可以了 常數我們用比較 這個 你知道這樣的概念 什麼叫常數 常數就是它都不會變嘛 它不會隨時間變嘛 那不會隨時間變的話呢 你說它隨時間的變化率會是多少 當然是0 所以 C 這個常數 那一值呢 這整個式 你就可以看啊 這個微信還變成什麼 2AX 這1拿著這不見了 X0四方 X0三方 就是1嘛 對不對 2AX加V C不見了 對不對 負1拿下來 負1比X的負2 然後呢 這1X的負2 負2拿下來 變成1X的負2 再簡易變成負3 這個就是它的全微分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算 會不會算 我們現在只講X 以後還有三角函數 是數對數 其實怪怪的函數喔 這是最簡單的一種 好 至於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教給我們幾位老師了 對不對 不用去追導 對不對 而且老師應該給人教了這個 好不好 我們就直接拿來用 好不好 好 好 所以呢 所以我來看一下 我們前面講速率呢 是什麼呢 其實速率在這邊 就相當於 順時速度的什麼 的量子 對不對 順時速度的量子 因為兩者 那你靠很近的時候 中間的變化 你過來講 順時速度 這樣上下嗎 很難嘛 對不對 基本上你的順時速度 跟順時速率 就會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好 所以呢 它有點不一樣 它有方向 速率畢竟是沒有方向 速度不是有方向的 好 所以呢 假設我今天 這個 看到我的速度 5ms 跟負5ms 它對到的這個速率 都是5ms 好 所以可不可以換我出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預設 你們會為幾分 對不對 所以這個checkpoint 這個checkpoint 就出現了 它為什麼呢 我們下面 有幾個什麼呢 這個例子 超有四個狀況 這四個狀況 都是什麼呢 例子 它的位移函數 那 這裡頭呢 它的位移 這個x的單位是5x 那時間單位是秒 他想要問什麼呢 他想要問 第一個 第一個 他想要問就是說 哪一個 例子 這四個例子 對它來說 哪一個例子 它的速度 是一個什麼 constance的常數 第二個 請問一下 這四個例子 哪一個速度 是沿著負方向 來 想一下 第一個 哪一個例子的速度 是常數 哪一個 1 還有呢 4 2 2 是常數嗎 4 對不對 那2 為什麼不是 他回分之後 得到速度 還是會回時間變化 速度還是會回時間變化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在分母會越回 越多 越多 翅膀嘛 對不對 只是負的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知道 1跟4 四圍起來 常數的微分是0 對不對 所以我的速度 是常數 只是這個數是什麼 0 對不對 所以剛剛 微分過0 會的話 1、4 就告訴你 它是一個 等速度的運動 2跟3 5是 好 所以1跟4 這樣子 那第二個 哪一個速度是沿著負的方向 哪一個 二線的負的方向 對不對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沒有 他會有個速度方向的 還有沒有 有沒有哪個速度方向的 3會不會是負方向 3會不會是負方向 可以說不會 會還是不會 蛤 2 1 3 所以比x 比t 會等於什麼 所以會等於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所以是正在負的 蛤 現在負寫負3 沒關係啊 所以2跟3是什麼 是負的方向去動的 還是我一定要注意喔 這個 你寫這個東西的時候 它其實 這個東西 因為是負負最負負的 負的 被微分拿下來的時候 負2乘2就負10 負2-1 負2-1是負3 這個要弄對喔 這個要弄不對 還有沒有問題 這個checkpoint 一定要懂喔 知道 每一個checkpoint都密失掉的話 就會一路失道理喔 要小心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假設我們在這個 順時 這個 xd圖 這上面是xd圖 下面是vd圖 xd圖 位置對時間的作圖 這邊是速度對時間的作圖 這邊是速度對時間的作圖 我們可以來看到 其實下面這張圖 就是上面這張圖的微分 然後你看到這張圖 由0到1的時候 它是要直線 對不對 那也是水瓶的直線 斜率的比0 所以在這裡頭 我們對應到這個值就是0 那從這邊開始往上走 往上走 在這裡頭呢 你看這段是直線對不對 直線是斜的 所以這個斜的直線 告訴你什麼 它具有相同的斜率 所以相同的就是 從b到c 就是b連在這邊 對下來 c連在這邊 從b走到c 斜率都相同 所以呢 它這邊是一個常數 那這邊呢 我的曲線 是要曲線 所以我的怎麼樣 我的速度在變化 越來越多 所以這邊是這個曲線 那這邊對應到是要直線 所以上面這張圖 對下面這張圖 的關係是什麼 下面這張圖 是上面這張圖的微分 所以速度對時間的關係圖 其實就是 位置對時間關係圖 的微分 重點是微分 好 這個不要看得懂 好 所以這張圖告訴你 說來 這個1秒之前 9秒之後 速度都不變 這個位置都不變 所以呢 它沒有速度都不變 中間呢 這邊是一個 冷速度運動 這邊是一個什麼呢 這邊是一個加速度運動 這邊有一個加速度運動 所以它有一個斜線 有斜線 好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隨時舉手問啦 好 好 有一點深究問題 很貴的 不問擺不問對不對 國外 然後那個 國外 一個 一個學期啊 如果你去 唸這個 哈佛啊 或者是這個 什麼 零校 一個學期的學費 大概十幾萬 大概十幾萬 十幾萬甚至便宜的 兩天內 就不只11萬 抱歉 兩萬多美金 是多少錢 兩萬 好 六十幾萬 抱歉 那只是學費 還有生活費不還 對不對 所以老師在上面 五四三這樣講話 會被頭給趕下 那個學費太貴了 好 我們現在學費 雖然說失效很貴 但是相對於 其他教育不拚 所以有問題就問啊 那是你的全拚 好 再來我們看加速度 加速度 這個 這個acceleration 就所謂加速度 好 所以加速度呢 怎麼樣呢 加速度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說今天有個例子 它速度會幫你改變 它就有一個加速度產生 好 那加速度 加速度簡單講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在一個單位 時間點RD之內 我們的這個速度的變化 所以平均加速度 跟速度第一一樣 V度減變 墨速度-速度 然後出於什麼呢 墨時間-速時間 或是ΔV3-ΔT 那所以同樣的 很快過去啦 順時加速度呢 順時加速後 一般講的加速度 A 它就是怎麼樣 就是把這個東西呢 去做什麼 做微分 對不對 VD圖1 那在VD圖上呢 就是它的什麼 斜率 斜率 基本上微分就講 就求斜率啦 我們就是求斜率的意思 好 所以這是要面一圖 我們看到 假設也要直接成這樣子 那我們的平均加速度是怎麼樣呢 T2 T1 然後再拉一條線 這樣平均加速度 那求順時加速度呢 我們從T2 往前推 變成T2 快 時間價格變得少 對不對 這拿一個新的平均加速度 那我繼續往前走 再畫 再繼續往前走 當我這個很平均於T1的時候 這條切線 就是我的順次加速度 它概念就是這樣子 那我先在障礙看看S的圖 S的圖 好 OK 所以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加速度可以寫0VDT 那速度可以寫0VDT 那速度可以寫0VDT 那以後你就才會看到另外一個符號 是什麼樣子呢 把這兩個結合起來 因為ASDVDT 可是V就是什麼 DASDT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 就變成什麼 0VDT0V 所以這個符號告訴你什麼 加速度就是 位置對時間的二次微分 這叫二次微分 0V 就是我們稱之為二次微分 那以後你們會看到這個東西 這大一要看的啦 大二就會選這樣子 大二就選這樣子 兩個點 那數目是一個點 那數目是一個點 以後你們會選廣義 座標的廣義道 也不用X 我們用Q Q 就代表廣義的圍儀 兩個點跟一個點 又不會需要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呢 想法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X5T 或是0V8 X5T 這是我們所謂的加速度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說這個 這個加速度 它一樣是個下量 它也是一樣是個下量 所以正號 表示也的正方向加速度 符號也的符方向加速度 那它的單位呢 是什麼呢 距離足以時間並方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一點 如果你的什麼呢 速度跟加速度的符號 是相同的話呢 那我的整個系列子呢 它的速率是沿著正軸 反向去增加的 如果兩個是反號呢 它速度會減少 所以簡單講 兩個速度跟加速同號會加速 速度跟加速度 一號就會減速 照這樣的概念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應該很簡單的一個範例 假設這個車子 它一開始的速度 是-25MGS 它在五秒鐘之內 brake的煞車 那它的加速度會是多少呢 我們A就等於什麼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很簡單 有沒有問題 應該都會算啦 好 那另外有時候 有時候 這個其實也算常見 就是有時候 會把加速度用幾個G 來代表 對不對 知道嗎 知道幾個G來代表 譬如說 假設你坐飛機 對不對 它戰鬥機 就會跟你講 承受多少的G力 對不對 幾個G嘛 對不對 或者是你看地震 地震常常報導的時候 什麼規模那些以外 它會跟他說 最大力動加速度 是多少的G嘛 甚至你坐電梯 電梯有人會標示喔 你加速度是 你做2.1的G 這樣子嘛 電梯通常不會加速太快 對不對 如果加速一個G的話 你其中就變兩倍 對不對 整個都壓迫在地上 通常都很少的G 就用個做單位 幾個G 偶爾會有這樣的單位 那G呢 相當於是 908m3x108 就是我們的重力加速度 地表的重力加速度 好 ok 所以G就變相當於這個東西 好 那我們下次再講好了 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邊 好 下課 好 下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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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